中国房地产20年的黄金时期 让很多年轻人以为房价会永远涨下去 工资会永远涨上去 但这几年经济形势 就业环境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很多近几年高位上车的人 一夜之间突然发现 疫情 失业 降薪 裁员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旋律 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足够让人庆幸 更别提升值加薪了 一个不小心 甚至可能连房贷都还不起了 黄先生前几年在苏州刚买了房子 总价260万 房子是106平方 首富是老家的父母一辈子的积蓄 再加上他自己工作几年的所有存款凑够了 房子是7房 按照合同规定 英本应该今年3月份交付 但由于疫情的影响 交付时间延后3个月 但3个月后能够准时交付 对此黄先生持怀疑态度 原本黄先生在苏州工作 但买房之后 每月11000元的房贷实在吃力 为了多赚钱用来还房贷 黄先生选择了来上海工作 然而 由于疫情的影响 公司这两年效益一降再降 只能一波接着一波的裁员 不幸的是躲过了初一 没躲过15 今年2月 他还是被公司优化掉了 2月 黄先生他用自己的钱 还了最后一个月房贷 3月的月工 是他和大学同学借钱还的 现在由于疫情 他被封在小区 反而让他输了一口气 至少可以有不回家 看望父母的理由了 本来当初黄先生 在苏州买房的打算 一来给父母养老 二来自己将来在苏州结婚之后 可以有自己的婚房 2021年 黄先生通过朋友的介绍 认识了同乡的女友 恋爱小半年 他曾在一次聊天中 跟他坦白 将来也想来苏州 和他一起生活 两个人一起努力奋斗 为了美好的明天 这种日子想想就很开心 交了首付之后 黄先生本想去上海工作 几年多赚一些钱 之后结婚了再回苏州定居 他在上海每月2万的收入 还1万1千的房贷 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 没想到这两年 由于疫情的影响 整个行业都是下滑趋势 加上黄先生 所从事的行业又比较窄 一场疫情 才原让他突然意识到 可能连月薪1万的工作 都是一件很奢望的事情 如今他甚至有了断供的打算 让他感到很绝望 但他不会放弃自己的房子 他仍然在尝试各种办法 希望在宽限期内还上房贷 因为他知道一旦断供 那就意味着 他会被列入失信人名单 以后很可能与房子 再也没有缘分了 幸好的是 裁员公司给了N加1的赔偿金 这让他可以 暂时顶上几个月的房贷 但由于疫情 他根本没法找工作 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 黄先生暂时还没有断供 但是如果断供了 房子被拍卖 不够的钱你还要补 到时候房子没了 前期投入的钱也没了 银行的钱你还要还 有人贷款买房的人 在一个地铁视频痛苦地喊道 你告诉我怎么还 368万的贷款 你告诉我怎么还 可见他当时的绝望心情 房子 是大多数中国人 努力工作的动力 很多人前往大城市 拼命工作几十年 只为了在当地能够落户 求得一套房产 但是付全款的人确实很少 多数人在付完首付之后 只能够每次选择 每月偿还贷款 因此很多中国人 现在有了新的压力 每月的车贷 房贷 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的 很大的压力 而更糟糕的是 有些人由于疫情的原因 工作和生活 受到了很强的干扰 他们的经济收入 可能不能够得到保障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发生较大的变故 比如说偿还不上房贷 疫情的冲击 疫情的冲击 对于我们的经济生活的影响 还是非常严峻的 首先便是实体行业 由于严峻的防疫政策 很多实体店都不能照常开放 特别是餐饮行业 由于不能够正常的 营业 所以导致每天的亏损 十分巨大 每天都亏损 既包括房租的成本 还包括食材的成本 因此多数店主 就不得不选择了 币电倒闭 另外 疫情条件下 由于对各方面的经济 都是有冲击的 很多企业 由于经济压力非常巨大 不得不选择裁员 最近冲上热搜的 也有一些是著名互联网公司 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员 包括大公司阿里 京东等 这一裁员对于员工本身 就造成了影响 他们的身上 可能背负着很强的房贷 这一经济来源的切断 让绝大多数人的还贷之路 就此搁置 虽然住在房子里 但是房子的贷款 却还不上了 这无形中 给人以巨大的压力 他们也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房子是两代人的心愿 现在很多父辈的挣钱 都是为了给孩子攒钱买房子 但多数人的收入 不是那么高的 有的父亲积攒一辈子钱 可能才能给孩子仅仅支付一个首付 所以 很多人两代的财富积累 才能够支付一套房子的价钱 因为大多数中国人认为 房子才是最保值的东西 虽然自己过得不太好 但是仍希望孩子能够住上一个很好的房子 这样生活才能够得到保障 为了攒钱 为了能够买上房子 所以不断降低自己的生活幸福感 而且对于多数男方来说 有房子是最基础的谈婚论嫁的条件 很多女方在找对象时 将有房子也当作了最基础的条件 如果没房子 可能连找对象的门槛也进入不上 很多不能够偿还上房贷的年轻人 他们是不敢告诉父母的 父母打拼一辈子 希望他们能过上好的生活 能住上好的房子 为了不让父母继续操心 孩子大都咬牙继续坚持 所以 综上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 现在房贷问题已经让人喘不过气来了 特别是在疫情对经济冲击严重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人不能够正常复工 甚至是被裁员 收入问题也就是一个难题了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可能还房贷就成为了一个难事 房贷也就此断供了 据统计 2017年 全国法拍房只有9000多套 2019年 累计猛增50万套 到了2021年末 全国累计法拍房171万套 2022年开年 四大行已经起诉断供业主20万余人 房贷断供会有怎样的后果 第一 房钱两失 假设一套房 我们购买价格成了150万 其中50万是首付 100万是银行按揭贷款 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 我们还了5年 这时候的房屋价值是180万 你们觉得还了多少本金呢 以年化5.6% 20年期作比 累计还款约41万 剩余总金额约121万 但是其中本金还款只有15万 欠银行本金85万 房贷断供被强制执行拍卖 大部分是市场价的七成到八成 也就是说大概是130万 你以为只用还85万本金 自己还剩45万 其实你还给银行的 不仅包括本金 利息 还有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甚至诉讼费 律师费 执行费等等11项费用 你发现没有 如果真的断供被拍卖 你可能还是还欠银行钱 最后 房子不是你的了 你这几年总共花在上面的首付 5年月供一共91万也没了 这还不算你其他的费用问题 第二 因为房贷断供 走到被拍卖这一步 不好意思 征信黑名单也是你了 失信被执行人 也就是老赖 工商执照不能注册 事业单位不能入 甚至影响孩子的入学 入五 考编 你发现 似乎什么都没了